那么 前面讲了接收绝境和死怕绝境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中间阶段的正常绝境 正常绝境无非就是几个参数的一个调整和管片的拼装 那么先来看 我们主要介绍两个邓国基 一个是土压平衡的 还有一个泥水平衡的 那么泥水平衡土压平衡 这个什么叫做平衡呢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土压力和水压力 对不对 水土压力 这个开挖面又是垂直的 一旦这后面的支撑力不够的话 这个开挖面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滑溢垃塌 出现滑溢垃塌 那么这个支撑力又来源于什么呢 工作舱压力 工作舱的压力又与什么有关系呢 千斤顶的顶推力和排扎器的排土度度有关系 排土度度越快 这里面工作舱里面的土越少 工作舱压力就越低 那么千斤顶的顶推力越大 工作舱的压力越大 是不是这样 好那么怎么来选定这个工作舱压力呢 就这个地方就分为了什么东西 一个净直涂鸭 一个主动涂鸭 那么主动涂鸭是什么 也称之为松动涂鸭 松弛涂鸭 主动涂鸭为土体 不垮他的 不贪他的 不贪他的一个什么 灵界值 这个字一下子想不起来 不贪他的灵界值 还有一个呢 静止涂鸭 静止涂鸭 静止涂鸭呢 静止涂鸭是土体不变形的灵界值 不变形的灵界值 那么一旦你的这个压力参加力 大于了静止涂鸭 那么请问 在顿度机前方这个地表就会出现 龙脂 你顶图力太大了 它是不是就被急起来了吗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已经小于了主动涂鸭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塌陷 那么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主要有 土压力和水压力 加 水压力加 被动涂鸭 那个静止涂鸭或者是主动涂鸭 加预备压 预备压 那么 环保要求不高 浮体稳定 我们可以选择主动涂鸭 小一点 那如果 环保要求高 浮体变形控制要求非常严 浮体还比较软弱 不稳定 我们就要选择禁止涂鸭 就要大得多 那么这两个的调整 那么你涂鸭力大了 你的固和水不就重了 你的人耗就大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大家知道一下 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 至于选主动还是禁止 主要是看环保要求 主要是看环保要求 土体情况 主要是看这两点 主要看这两点 好 那么首先把这个基本原理搞清楚 基本原理搞清楚 好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 土压力 土压平衡是顿购机 土压平衡是顿购机 那么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压力舱 工作舱的压力 主要是与千斤顶和螺旋排扎器有关 那么于此就出现了 螺旋排扎器的转动速度来控制 和千斤顶的推进速度来控制 或者是两者相结合来进行控制 来控制什么 压力舱的压力 压力舱的压力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排土 排土 那么排土量呢 这个排土用螺旋排 螺旋排土器来进行排土 这个排土量呢 又用什么 溶积法或者是重量法 来进行管理 进行管理 那么这个两个名词 这个地方 两个名词要掌握 要掌握 好 那么这个渣土呢 我们天然的渣土 天然的渣土是什么形状的 是流速态的吗 不是吧 天然渣土不是流速态的吧 否则我们的地表就不会稳定 经常凹陷下去 或者又浓起来了吧 那么通常我们的土地是硬速状态的 那么硬速状态的 你把它切碎了 在这个螺旋排土器来排土的时候 排土是不是会很困难啊 那么为了让这个工作舱里面的土 能够便于排渣 怎么办 需要对这个土体进行改良 根据为素流化改良 素流化改良 主要用到什么烹饪土泥浆 或者是泡沫进行改良 改良后的土体呢 要求要有良好的流速状态 良好的粘度 较低的内摩擦力 和较低的渗透性 理想的土体 改良成这个样子 用这两个东西 把它改良成这个样子 那么通过改良以后的土体 是否已经达到这个理想状态呢 我们根据什么来判定呢 根据排除渣土的性状 螺旋输送的效率 就是排渣效率 还有什么 动垢机复合 这个呢 我有时候喜欢开玩笑 就是便秘和拉肚子 以及正常排便是什么状况 香蕉便正常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就满足这个条件 便利了 顿购的负荷会增大 排渣效率会降低 排出来的就是硬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知道一下 这个知道一下 至少至少是可以做多选题的吧 多选题的 好了 那么针对于工作仓压力 以及排渣 这些参数 怎么来调整呢 根据什么来调整呢 根据监测记录 顿购运转情况 它的负荷还是小 对不对 还有什么相关的参数变化 工作仓的压力 参数变化 排渣效率 参数变化 以及排渣性状来调整 这些参数的调整 相当于这几个 要求大家掌握一下 要求大家掌握一下 至少至少是可以做多选题的 那至于在案例题里面 好 那么这个是土鸭平衡式顿购机 那么还有一个泥水式平衡顿购机 泥水式平衡顿购机 那么同样的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不再是用 泡沫土泥浆 或者是泡沫剂灌注进去 然后把这个土变成流速态了 而是直接往这里面注入泥浆 注泥浆 那么这个干燥的渣土和泥浆 拌注在一起 从而使它变成流速态 便于排渣 那么这个泥浆在这个地方的作用 主要一 起到输送戒指的作用 二 起到平衡 土压和水压的作用 三 起到形成泥膜 防止地下水渗入的作用 泥浆的作用 好 那么泥浆的作用 现在出现了两个了吧 一个是在转口罐子装那个地方 和地下连续墙那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泥浆的作用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 这是第二个 两个的作用不太一样 两个的作用不太一样 好 那么这个要求只掌握泥浆的作用就行 泥浆的作用就行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泥水平衡是顿购机的 那么针对于整个前方的这个 包盘前方的这个开挖面 是否稳定 这个开挖面 是否稳定 那么这个 用什么方法来探测呢 一是 安装在压力仓隔板上面的 土压剂和水压剂 那么土压平衡 泥水平衡呢 都算用这个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针对于泥水平衡是顿购机 我们还可以 采用机械触探法 和非接触电磁波 以及超声波 三种方法来调查 那么相当于有一个 除了这三个以外 还有一个土压剂 还有一个什么水压剂 好 那么这两个 这两个呢 是通用的 泥水平衡 土压的 土压平衡的 泥水平衡的 都可以用 好 那么针对于泥水平衡的 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 机械触探 电磁波 超声波 来探查开挖面的情况 探查开挖面的情况 好 至于排渣的这个就算了 排渣量控制这个就算了 排渣量控制就不用管了 好 那么这个是 泥水平衡式 顿购机正常绝境过程中 它的相关参数调整的一些基本要求 这个要知道下 这个要知道下 好 然后在整个绝境过程中呢 我们还要进行测量 不是说你从一进口 进冻了以后就不管了 我们要测量 测量了要求 正常绝境过程中 每天测两次 测每些东西呢 测顿垢相对位置 测顿垢的纵向横向 转动等的偏差 每天测两次 这是正常 正常绝境过程中 需要测的 每天测两次 测顿垢相对位置 测纵向的偏差 以及转动的偏差 资量方法不用管 资量方法不用管 那么这个是施工测量管理的 施工测量管理的 那么施工监控量测 以及施工监测呢 有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监测的过程中 看见了相对位置出现偏差 纵横向出现偏差 我们有可能还要进行秋偏的 那么这个测量内容 包括顿垢的里程 轴线偏差 辅清脚 辅清脚解决的是高层 方位脚解决的是 里面位置轴线 方位脚 还有什么 滚转脚 动尾间歇 测量内容 测量内容 然后根据这个测量结果呢 我们要进行纠偏 纠偏的方法 整个顿垢机 后面是不是有多个千斤顶啊 多个千斤顶 那么用千斤顶的 液压缸分组进行控制 也就是千斤顶的顶推力 大小调整来控制 那么比如说 这是一个顿垢机 这是我后面的千斤顶 我要让它往这个方向偏 那么这个千斤顶的顶推力 和使用数量是不是增大 这个减小 这个变小 这个增大 是不是它慢慢的就这样转过去了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液压缸分组控制 这个所谓的液压缸就是我们千斤顶 就是我们那个什么管片和压力仓之间的 设置的那个千斤顶 好 第二个呢 在刀盘上安装一个仿型刀 进行施量超挖 我要往这个方向偏移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超挖就行了 把它挖空一点 挖空一点 它受到阻力小了 是不是跑得更快吗 这边跑得快了吗 它挖以后这边跑得快 这边没有超挖 这边就跑得慢 是不是慢慢的就纠偏过来了 好 第二个 板形刀超挖 还有呢 反转倒板 反转倒板 这三个名词背下来 三个名词背下来 因为这个和后面的那个什么 顶管的时候 它的纠偏 有雷同地方 有雷同的地方 那么顶管那个纠偏呢 考过了 而这个还没有考过 所以要求掌握 要求掌握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施工监控量测 施工监控量测 二二年二建考了施工监测 监控量测 也称之为环境监测 监测 监测 必测项目 地表层降 既有构置物管线变形 和隧道结构变形 地面 隧道 地表层降 既有物 既有物的变形 以及隧道本身的变形 必测项目 你得给我背吧 必测项目 好 那么这个是正常决进过程中的相关的测量 施工测量管理和监控量测内容 以及相关土压平衡 泥水平衡 顿勾机的相关决进参数调整的要求 这里面 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知识点 都要求要背的 都要求要背的 好了 那每绝境一个喜欢 我们在香含顶进的时候 是不是每开发40到80公分就要顶退 那么这个地方每绝境一定长度 是不是就要进行一次管片拼装 那么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管片 管片首先我要拼装管片 首先要制作管片 管片制作的时候 首先要进行试生产 试生产呢要随机取三环 做水平试拼装 确认合格了以后才能正式生产 正式生产同时要求里面所用到的模具 周转次数不能超过100次 100次以后要进行检验 看它是否有大量变形 没有变形 还可以使用变形的要重新效盛 正式生产过程中呢 每日生产15环就要抽一片管片 来进行质量检查 合格了才可以用 每生产100环呢 进行一次水平试拼装 这个是管片生产的一个基本要求 注意156这几个点就行了 156这几个点 好管片生产好了 达到强度了 可以用于拼装了 那么拼装前检查 有什么查什么 有什么查什么 拼装用到机具拼装 不是人去拼的哈 是机械拼的 机械拼的 机械手抓着管片 一块一块的再安上去的 那么首先这个拼装机具 要符合设计要求 第二个管片本身要符合设计要求 第三个管片这个地方 为了两个管片拼接在一起 是否会湿了水 中间有一个防水密封胶条 第三个防水密封胶条 抽检合格 符合规范要求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什么 这个管片与管片之间是否要连接 用螺酸 螺酸连接 那么连接螺酸 抽样检查 符合设计要求 那么达到这几个 一拼装机械 二管片 三螺酸 四防水密封胶条 这四个东西验收合格了 检查 合格了 才允许拼装 这个 其实不用背 你想一想我拼装有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记清楚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拼装前检查 好 拼装前检查合格了 可以进行拼装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就不用管了吧 哦 这个地方 这个小链要 知道一下 具体拼装的时候 有这两个小链 具体拼装的时候 要求 管片 满足要求 防水密封胶条 无缺失破损 然后拼装的时候呢 拼装的时候 要求拼装的顺序 根据 上一环 秤气的姿态 上一环管片的姿态 侦够姿态 和 顿尾间歇 三个因素 来确定下一环 管片拼接的顺序 同时 拼出来的这个管片 它的椭圆度 要进行检查 椭圆度要进行检查 和设计师傅相吻合 注意这两个 拼装要点 注意这两个就行了 注意这两个就行了 这是管片的一个拼装 管片的一个拼装 那么具体的拼装方法呢 错缝拼接 通缝拼接 常规用什么 错缝拼接 拼的是先做A型管片 再做B型管片 最后 安装什么 K型管片 ABK 刚才已经讲过的 ABK 那么这个K型管片呢 有两种安装方式 一个是镜像插入 那么这个B型管片的剖口 就是这个样子的 镜像插入 这样直接顶上去 还有人呢 走向插入 从前方 从这个方向插入进去 走向插入 有这两种插入方式 知道一下 这个只做了解 这个只做了解 这是拼接方式 然后拼装的管片呢 拼装的管片 要求不得有贯冲裂缝 不得有超过0.2毫米的裂缝 不得有剥落 如果有裂缝 有剥落 需要修补 修补强度 不低于圆管片强度 第二 防水密封胶条 无缺失 无破损 连接要牢固 第三 螺酸凝紧度 要符合设计要求 好 这个我们可以记一记 对不对 这个不用记了吧 这个呢 螺酸紧度 注意螺酸紧度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管片安装的时候 紧固一次 好 安装完了 千斤顶是不是要伸出来 顶在管片上 千斤顶 千斤顶 均匀作用的时候 还有一个 从我前面讲到的 这个千斤顶的顶推力 是靠管片的外表 与土体之间的模组力 来抵抗的 那么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距离上面 管片不受 千斤顶的顶推力影响了吧 那么 那个时候还要紧固一次 就是 不受 顶推力 影响的时候 好 分这三个阶段 来进行紧固 来进行紧固 它的紧固度 要符合设计要求 分三个阶段 进行紧固 分三个阶段 进行紧固 好 那么这个是拼接 除了这个 分三个阶段 紧固以外 那么这个管片 拼接的时候 这个螺栓紧固 是先 环向呢 还是先纵向呢 先环后纵 先环后纵 先环向 后 纵向 先环后纵 那么这个就是 管片的一个拼装 管片的一个拼装 好 那么大体上知道一下就行了 大体上知道一下 那么在 这个地方 把 这个地方相当于 你单独做一个笔记 一个先环后 后纵 一个就是三个阶段紧固 第二个呢 就是管片本身的一个质量标准 掌握了那么多 够了 掌握了那么多 够了 那么这个是整个 整个正常绝境过程中的 管片拼装 好 管片拼装好了以后 来看这张图 顿勾机已经绝境了一个循环 我在顿勾机 金属机壳的保护下 进行了管片拼装 管片拼装完了以后 顿勾机的千斤顶 是不是要顶到新拼装的管片上面 然后顶推顿勾机往前 顶推顿勾机往前 移动 一旦移动了 请问这个图体和管片之间 是不是就会留下空腔 是不是有空腔 这个空腔形成的同时 我利用顿勾机顿尾的一根筑浆管 同步对它里面的空腔进行筑浆 拼抽 这个叫什么筑浆 同步筑浆 同步筑浆 这个叫同步筑浆 好 第二种筑浆呢 我们同步筑浆 万一有的空腔没有填满 或者我筑进去的浆液硬化以后 是不是会体积有收缩 收缩以后 是不是会留下一些缝隙啊 小的空洞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利用管片上面的预留筑浆口 对空洞 缝隙进行筑浆 这个叫什么筑浆 二次筑浆 在二次筑浆以后 二次筑浆以后 那么我们管片拼接的地方 是有防水密封胶条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一旦土的作用 土压力作用下来以后 这个拼凤的地方 有可能出现轻微的变形 一旦变形 这个水是不是要渗漏进来 为了防止水渗漏 在二次筑浆以后 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次筑浆 主要是起毒水的作用 止水毒水的作用 第三个 毒水筑浆 好 那么三 先把这几个筑浆的时段 和具体做法 我们搞搞清楚 搞清楚了以后 来看筑浆的主要目的 筑浆的主要目的 那么主要目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管片 这是我们的土层 那么在中间 管片与土层之间 做筑浆 它的第一个作用是什么 填补空腔和空隙 对不对 管片和土之间的空隙 填出嘛 好 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 我在管片外面包了一层 高标号的水泥沙浆 是不是就可以使得 我管片稳固下来 早期稳定 确保管片的早期稳定 第三 如果这个千金顶 顶推在管片上面 那么它的这个顶推力 要靠管片和土之间的 摩阻力 结果中间是隔开的 这个摩擦力还有没有 没有了 那于是乎 第三个作用就是 这个地方的筑浆 就使得千金顶的顶推力 均匀的传递给土体 靠于土体之间的摩阻力 来维持平衡 平滑的传递 千金顶的顶推力 第四个呢 第四个 我们对整个管片 进行外围 包围了一层水泥沙浆 这个水泥沙浆 是不是可以恒合的 起到防水层的一个效果 防止渗透水 甚至于防止管片的一个侵蚀 对不对 防水防侵蚀 平滑传递 早期稳定 填补空腔 是不是就这几个主要作用 这个作用 筑浆的目的 这个要求大家 记一记 还是记一记 那么具体的筑浆目的搞清楚了 那么筑浆材料呢 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选择题了 多选题了 对不对 那么同步筑浆 根据筑浆量和筑浆压力来控制 筑浆速度呢 根据筑浆量和决进速度来控制 筑浆压力呢 根据低值条件 筑浆方式 管辩强度 设备性能 浆液特性隧道 埋身来确定 这个就太多了 我不记它了吧 对不对 好 填充系数呢 根据低值条件 施工工况和环境要求来确定 还有一个呢 二次筑浆 一般根据什么东西 环境条件 沉降监测结果来确定 筑浆方式选择 地质条件 地表沉降 环境要求 设备性能来确定 那么这么多 进哪个呢 我也不知道 他考哪个 谁知道啊 那么我们把稍微多演了 这个四个名词的记忆记吧 对不对 记忆记 其他的大体上看一看吧 如果真的考到这前面的这个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内容太多 而且彼此长得很像 你这样的答案 你是很难记得住的 很难记得住的 那么这个大体上了解一下吧 筑浆材料 了解一下 那么具体筑浆的时候 具体筑浆的时候 同步筑浆 二次筑浆 这个毒水筑浆 那么 原理呢 这个第四大点原理呢 就不用单独记了 因为刚才在讲筑浆防止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 它是主要起什么作用的 那么相当于在135页这个地方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记那个筑浆的目的 就记那个筑浆的目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看看选择的备考点就行了 选择的备考点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是 全流程的顿购绝境 包括绝境 排扎 参数调整 管片安装和塑浆 全部讲完了 那么 我们在前面特点讲的时候 它的缺点之一是 没办法完全杜绝地层的变形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地层变形 这个进阶时工不管 进阶时工不管 那么来看看地层变形 地层变形 顿购绝境的时候会出现地层变形 那么首先来解决一下地层变形的原因 第一个压力长压力不横地 第二个摩擦或者是曲线推进秋偏 第三个什么东西 同步驻僵不及时不充分 第四个螺栓紧固不紧密 第五个开挖秤气出现地下水渗漏 地下水不下降 主要有这五个原因 这五个原因你直接这样去记呢 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我们把它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分五个阶段来记 这就容易多了 哪五个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 包盘绝境的前方 这个地方只会出现成降 第一阶段只会出现成降 那么这个成降导致的原因是什么 秤气和顿购机的连接部位 密封不好地下水渗漏 水渗漏掉了 水渗漏掉了地下水位就会下降 地下水位下降就会出现排水不接 这个名词不陌生了吧 吐失去水的佛力以后下沉了嘛 排水不接成降导致的 那么要想它不沉降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地下水位 怎么保持 两种方法 一 东壁完好 就是顿购机的各部位 缴歇部位 密封完好 不能深入水 第二个呢 就是要采取相应的防吐用措施 和加强管片拼装防水作用 管片拼装防水 这是它的第一个 这个这个是不是就在这个里面出现了 这个看见没有 是不是就是这个嘛 是不是就是这第五条原因嘛 那么主要是出现在这个阶段 好 第二个阶段在刀盘的前方 刀盘的前方 来看刀盘前方 绝境刀盘的前方 这个地方会出现隆起 也会出现下沉 那么这个主要是根据什么 工作舱压力 工作舱压力大于了禁止吐压 这个土地就会 隆起 那么如果是小于了 主动吐压就会 沉降 那么导致沉降或者隆起 那么肯定就是我们工作舱压力不衡定嘛 一块大一块小 是不是一块隆起一块下沉嘛 压力不衡定 压力不衡定 那么针对于这个压力不衡定 怎么来调整 针对于吐压式平衡 顿购机 采用什么 推进速度 就是千斤顶嘛 我们前面千斤顶的推进速度控制 还有一个螺旋排土器的排土速度来控制 或者两者相结合嘛 是不是 在那个地方讲过的吧 一个 两个 好 还有呢 排渣 土的树流化改良嘛 三个名词 这个可以知道一下吧 那么如果是泥水平衡是顿购机呢 那么控制好它的什么 泥浆性能嘛 这是第二个阶段 你按这个阶段来划分 来记忆的话 更容易 好那 第三个阶段呢 顿购机经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顿购机的金属机壳 金属机壳和土体之间的摸阻力太大了以后 这个土会干什么 龙起 就像这本书 看见没有 摸阻力太大 出现了什么 龙起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原理 摸阻力过大是龙起 摸阻力过大是龙起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揪偏 超弯 这个顿购机金属机壳几十米长 一旦揪偏转弯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出现超弯 揪偏 或者是什么 超弯揪偏 那么这两个就会留下空腔 空腔留下了就会出现 沉降 所以在这个顿购机金属机壳经过的地方 有两种 一个字 龙起 主要是摸擦导致的 第二个是什么 超弯或者是揪偏 留下空腔 这个就会沉降 龙起和沉降 好 那么针对于这个怎么办 如果是摸阻力太大 干什么 术将减阻 在土体和顿购机金属机壳的这个地方 注入力将起润滑作用 术将减阻 那如果是超弯揪偏呢 那么我们控制好动革姿态 如果需要揪偏的时候 尽量是做到 勤揪少揪实度 一点一点的来 你不要一口吃成个胖子 对不对 偏差有 我请问你们在路基 你们都干过路基的吧 或者你们都交过混凝土吧 如果那个地方 路基本来是这么一个轴线 结果你实际做的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填出的路基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要恢复到原状的时候 你不可能直接在这个拐个弯直接揪过来吧 肯定是通过五十米一百米慢慢的调过来吧 走线偏差是不是慢慢的调的呀 你们没有一下子调过来的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勤揪少揪实度 你知道这个原则就行了 还有知道这个注浆减阻 好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紧接着顿购机尾端 第四阶段 顿购机尾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既可以出现隆起 也可以出现成降 假设我对这个空腔进行注浆呢 进行注浆 如果注浆量 注浆压力过大 地表隆起了吧 如果注浆量过小 或者没有及时注浆就会 发现了吧 因为有空腔 没有及时注浆 或者注浆量不够 有空腔它是不是就下沉了吗 好 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注浆的一个 及时性问题和填充 逆时性的问题 那么尽量采用同步注浆 选择合适的材料和配比 然后控制好注浆量 注浆压力 留下的小空间 即时进行二次注浆 解决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问题 好 那还有一个 第五个阶段 涂体扰动 扰动以后涂体松弛了 那么就会变形 变形挤压 趁其的管片 管片被挤压了以后 螺栓如果紧箍都不足 管片本来是一个圆形的 涂体变形挤压 结果它变成什么 椭圆形了 管片螺栓都紧箍不足 导致管片变形变位 那么这个地表就会出现 下沉了嘛 是不是下沉 这个地方会不会隆起 不会隆起了 只会下沉 那么针对于这个 干什么 减少对土层的扰动 第二 注意我们的管片拼装精度 和螺栓紧箍度 OK了 五个阶段 对应的五个 地层变形的原因 以及对应的预防措施 通过这五张PPT 你们就可以把它解决清楚了 就可以把它解决清楚了 好 那么这个是盾购机 盾购机绝境过程中 地层变形的原因 和控制措施 控制措施 好 那么这个要求大家 适当的掌握一下吧 不一定要背 但是大体的原理 你得搞清楚吧 大体的原理搞清楚 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说 盾购机在绝境过程中 通过监控量测 发现盾购机经过的部位 出现了隆起 叫你分析一下 导致该隆起的可能原因 是什么呀 摩擦力 金属机壳和土体之间 摩阻力过大 导致的 那么针对这个 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方式 来治理 或者是采用什么措施 来预防啊 逐将检阻 是不是很容易考到吗 对不对 其实你把原理搞清楚了 记这个知识点 不要看着一整页 你把原理搞清楚了 其实很容易记的 很容易记的 基本上我都没怎么看讲义 我都可以把它背下来 对不对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盾购机施工的安全措施 这个点呢 我觉得就算了 最多最多 我们注意一下 什么东西呢 障碍物处理 和换刀片 那么其中障碍物处理呢 障碍物出现的地方 会不会一定选择在 图体稳定的地段 不会 它可能在任何地段 那么针对于这个障碍物处理 我们怎么处理的 怎么处理的 选择代压作业 或者对这部分图体 先进行加固以后再处理 代压处理 或者是加固处理 就这个 你就知道这个就行了 其他不要了 好 还有一个呢 换刀片 我们的刀片 用到一段时间以后 磨损太严重了 切土效率太低了 我们就要更换刀片了 更换刀片的时候呢 那么你最好在什么地方更换 越安全越稳定的地方越好吧 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在 图体稳定的地段来进行刀片更换 那如果没办法选择在 稳定图体里面进行更换 必须在软弱图体里面更换的时候 怎么办 那同样的代压作业了 这是第一种措施 就是这个压力仓里面要有足够的压力 第二个呢 第二个对前面软弱图体进行加固了 代压作业 还有一个什么图体加固 知道这两个就行了吧 知道这两个就行了嘛 至于这个换刀的一些安全要求呢 只做了解 那么一般覆盖土厚度啊 不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哈 在里面讲一百三十七页 代压换刀的准备工作 第一是设备的要进行检查和试运行 第二要确保两种不同的这个动力装置 第三严禁明火 第四呢 在这里面要保证开挖面 和我们的盾口机长密封性 要保证这里面的一个什么空气质量啊 气压稳定啊 气压稳定啊 那么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这个呢 只做了解了 相当于在这个一百三十七页 这个安全措施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以让大家考的知识点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 那么紧接着 第二种暗挖方式 不是明挖的暗挖 喷毛暗挖 喷毛暗挖 那么喷毛暗挖呢 这个喷毛暗挖 它的起源是什么 矿山法 就是在矿场开采的时候 倒飞到矿山法 然后后来把它沿用到什么地方 所以那个公路和铁路 公路铁路 沿用矿山法过来以后 就变成了什么东西 山林隧道开挖 引进了什么 新奥法 新奥法 再把它往市政这个浅埋隧道 来引用的话 就变成了浅埋暗挖法 那么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是新奥法和浅埋暗挖法 它们的本质性区别 新奥法呢 是充分利用违言的自成能力 自成能力 在违言自稳时间段内 及时的对无人进行有效支撑 而浅埋暗挖呢 涂地很软弱 埋身又很浅 你能不能利用它的自稳能力 不能 我们是以什么 以改造地质条件为前提 以控制地表层降为重点 更强调的是 预支固 预加固 管理什么地层 我们先开挖之前 先做的都是预支固 预加固 这是他们的一个本质性区别 这个要求大家掌握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浅埋暗挖法 仍然遵循 新奥法的十八字真言 晚超前 颜助将 短静止 强之户 快封闭 请量测 十八字真言 你得知道一下吧 对不对 这个公路工程 十八字真言是考过的 直接考简答 让你背 看你背的下来不 这个知道一下 那么这个是浅埋暗挖和 新奥法的一个本质区别 在这个地方呢 有这两个小点需要大家掌握 好 进而我们再来看看浅埋暗挖隧道的结构形式 在结构形式这个地方啊 我重点突出的是 如果是讲到隧道 重点突出三个图 第一个图是 隧道的重断面结构示意图 第二个图是 橫断面开挖示意图 第三个图是橫断面结构示意图 好 那么先来看重断面 重断面这个图呢 主要考工期 主要考工期计算 第二个呢 考什么排水 施工排水哈 注意不是结构防排水哈 施工排水方法的选择 好 施工排水方法呢 主要有一个排水沟的 名牌的 名牌的排水沟排水的 还有个什么 抽水及抽水的 就这两种 好 那么先来看一看 先把这个解决了 如果我是从低处向高处打 请问水是从高处向低处流 还是低处向高处流 我从低向高打 是不是在打爬坡 那么出现水呢 是不是在开挖面这个地方 它从高处向低处流 像这样的我用什么排 排水沟名牌就行了 那如果我是打下坡呢 对不对 就用抽水机就行了 打下坡 抽水机 打上坡 排水沟名牌 好 解决第一个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 好 解决第二个问题 工期计算 工期计算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是五级维员吧 五级维员 好 那么给出这么这个 重观面图 他就会给出 各等级延层的分界里程 给出各里程段里面的维员等级 以及它的连续长度 连续长度 好 再通过文字告诉你 我五级维员越进尺为五十米 每月 好 四级维员越进尺为一百米 每月 这个可能和实际施工中不太贴近 四级维员大断面的可能达不到一百米 可能就是个六七十米 七八十米六七十米这个样子 五级维员就要看 有水没有会不会塌方 有的塌方可能三个月没解决一个塌方的都有可能 这个就讲不清楚了 那么这是常规的啊 我只是举个例子 好了 告诉你这个以后 再给出这个以后 你来算工期 算工期麻烦你们 不管背景中怎么描述你 先给我按 单多页面 来算工期 先按单工作面来算工期 什么叫单工作面 假设我在这个地方一个开外面 一个开外面来看看 五级维员越进尺五十米 这个地方要几个月 两个月 这个地方是四级维员两百米 用两个月 这个是五级维员一百五十米 用三个月 好 这个地方四级维员四百米 用四个月 好 这个地方把它换一下 换成五级维员 没有六级维员这么一说 在我们隧道里面 一般不会考虑六级的 好 那么这个是五级维员 那么两百米用四个月 好了 单做一面用了多少个月 四加四 八 八加三 十一 十一加四 十五个月 好 那么紧接着背景中会说 我们的开挖 我们的整个隧道的一个 呃 施工工期 合同工期为多少呢 为十个月 其中工钱 开挖之前工钱准备一个月 好 后期的一个秤系和装饰 一个月 那么相当于 中间真正用于开挖出资的时间 几个月 八个月 好 我们的开挖工期八个月 开挖 八个月开挖 好 现在用了多少 十五个月 满不满足要求 不满足 那怎么搞 增加工作面 从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工作面 好 两个工作面 假设背景中 资质未及贯通面的一个问题 贯通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布局 两个相向开挖的隧道 如果是非爆破的吐司隧道 那么要求两作业面 碰头之前 隔两被动化 且不小于十米的时候 要停掉一个工作面 这个工作面呢 要撤离人员设备 用喷射混凝土 把开挖面封闭起来 然后由另外一个工作面打贯通 好 那么这个如果背景中 没有给出这个限制条件 那么我们直接两个作业面 十五个月 十五除三 等于七点五个月 OK了 满足要求没有 满足了 那如果背景中又给出了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留五十米 五十米 这边是A作业面 这是B作业面 由A 由B A吧 由A 作业面 完成 然后B呢 B就要撤离了 对不对 撤离了 好 那么紧接着 我们又来看 两个作业面的时候 这个工期又变成什么样了 这个工期又变成什么样了 好了 那么这个两个月 两个月没问题 这个地方抽走了五十米 请问剩下的这部分是多少 一百米 一百米我们只计两个月就行了吧 只计两个月 对不对 好 那么这边呢 这边是四个月 四个月 这边是八个月 这边是六个月 不对啊 这个不对 哦 还要往这边移才对啊 还要往这边移 这个贯通面还不在这 贯通面在这 贯通面在这 好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 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贯通面 假设用掉一个月 我们把这一个月单独扣出来 扣出来 那么整个单作业面是十五个月 扣掉了贯通的一个月 得到的两个工作面 共同作用的是十四个月 十个月十四个月 除上二 得到多少 七个月 七个月 再加单作业面贯通的这一个月 决进工期多少 八个月 是这样来计算的 就是没有 因为刚才我选的这个贯通面的位置不对 啊 他应该是在这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那么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 好 那么又假设现在我们背景中给的作业面 开挖的一个工期 只给了六个月 那么你两个作业面也不够啊 怎么搞呢 打自动 加一个自动 假设我自动 选定的里程式这个 这个自动打进去呢 要用掉一个月 好了 这一个月自动开挖的时候 请问进口和出口在打没有 打了 那么一个月他是不是 开挖到这了 这还剩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这边剩四个月 这个地方打了一个月了 还剩三个月 是不是这样 好了 那么自动一旦打通了以后 往上进出口 是不是各要增加一个工作面 于是这中间剩的这一部分 由两个作业面来完成 不考虑贯通影响的话 那么 一加二 三 三加三 六 六除上二 这个地方用了几个月 三个月 那么好了 这边呢 三加四 七个月 七个月是两个作业面打贯通的 那么这一部分 多少 三点五个月 就是七除以二 三点五个月 好 三点五个月 我们在计算工期的时候 我们应该算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吧 那么你看 这用掉了一个月 这用掉了三点五个月 一加三点五 那么 这就是我们该隧道 开挖的最长工期 能不能算短的一个 一加三对于四 适合四点五哪个长吧 相当于 就是你们的双代号网络图里面的 持续时间最长的那条 才是我们的开挖工期 明白没有 三点五加一 等于四点五 那么满足了合同工期六个月的要求 同时还有 一点五个月的 自由时差 你还可以打麻将 打一个半月的麻将 对不对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明白没有 好 这是 重断面 重断面图 一旦给到 往往都会牵扯到工期计算 这个务必要会 务必要会 隔那么两三年他又会考一次 隔那么几年又会考一次 大卫数一下 好 重断面解决了 那横断面呢 横断面 横断面 从整体来看的话 有连拱的 有双拱连跨的 有单拱的 而边墙形式呢 边墙形式 边墙形式呢 又有直墙的和曲墙的 那么直墙的呢 是土的侧压力很小 土地很稳定的时候 我们用直墙的 那如果这个侧压力很大 我们用什么 曲墙的 曲面受力是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为什么 鸡蛋壳 为什么受力那么好啊 一个完整的鸡蛋壳 它是不是 陈受的压力会很大啊 原因它是一个曲面 受力非常理想的 曲面是受力比较大的时候 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用曲面 曲墙 那么 不行的时候 土的 土很稳定 压力很小的时候 那么用直墙的 曲墙 直墙 搞清楚 搞清楚了以后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第二个图 这个图不陌生了吧 在讲曲间隧道结构组成的时候 看过一次吧 那么简单的 实图里面 A是什么 B是什么 C是什么 然后 D是什么 以及我在这个地方 出之和防水层之间 又安装了 又安装了一环 又安装了一环 一是什么 ABCD A 中向排水管 B 横向排水管 C 中央排水沟 D 阳拱 是阳拱 对不对 然后 一呢 环向排水盲管 好 然后紧接着问里面 这里面 哪些是属于防水结构层 哪些是属于排水设施 ABCD 都是属于排水系统 而防水呢 就是这个 防水卷材 对不对 让这个主要就是实图 实图 里面呢 防排水 你要认知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羊拱的出之 这个是永久性的羊拱射器 羊拱二层 然后是羊拱填充 这部分是羊拱填充 然后这个是 墙拱的二层 这个是防水层 然后这个是什么 墙拱的出之 墙拱出之 然后呢 纵向排水管 横向排水管 中央排水沟 然后还有一个 横向的排水管管 把这个认知的就行了 这个就是一个实图 实图 没有别的可考性 没有别的可考性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一个隧道的基本认知 潜满二层隧道的基本认知 那么它的工艺流程呢 大体上来看看 首先我们进洞之前 先节排地表水 用什么 节水沟 然后进行泼面修整 由上至下 足迹修整 足迹师座 边坡防护 边坡修整 再做边坡防护 这个可以用毛杆框架梁 也可以用地表毛杆 好 再做下一集边坡修整 再做什么路线 地表防护 破面防护 防护好了 要隧道进洞之前 来 我们这个隧道 直接先把这个土挖了 往进去一点以后 再来立拱架呢 还是先做超前预置库 超前预置库 因为潜满按摩隧道的 最大特点就是 更强调的是 预置库预加固 对不对 以改造地质条件为前提 对不对 做超前预置库 做完超前预置库 和把进洞口的这些 杀柱清理掉 把拱架立起来 注意这个超前预置库 但凡是用杆件的 杆件 我管你是超前毛杆 超前小杆管 超前杆小杆管 还是超前管棚 都是杆件 杆件的尾端 必然会立色拱架 因为它必须和拱架配合使用 尾端必须和拱架 有效固定在一起 好 那么立色拱架 安装连接筋 网片筋 喷射混凝土 封闭 再往前 短静止 然后再立色拱架 连接筋 网片筋 锁脚毛杆 喷射混凝土 好 继继继继往前开挖 开挖到这儿了以后 如果继续开挖的话 这个超前预支户 是不是就处于悬条件情况了 下面全是空的了 于是针对这个情况 立色拱架完成了以后 干什么东西 再打超前预支户 那么超前预支户 这一环超前预支户 和下一阶段超前预支户 彼此要有一个纵向搭接 如果是管头 大于等于三米 如果是超前毛杆 超前小杆管 小导管预支江 大于等于1.0米 1.0米 好 然后当隧道按这个顺序 继续往前决进到一定深度以后 对洞口施工不再影响的时候 做明洞 明洞做防排水 然后做洞门墙 再来回填土 为什么必须要做个明洞 这个坡面上万一有滑坡落实 如果没有明洞 车辆在这儿 直接就受伤了 危急行车安全 所以我们做一件明洞 起到对边坡边仰坡上面的 滑坡落实的一个缓冲作用 那么明洞又是干净混凝土结构 这个时候落实滑坡下来 是不是直接会使得我明洞受损了 于是在明洞上面还要干什么 回填 落实滑坡直接通过回填土 来进行一个缓冲就行了 进行一个缓冲 好了 有的朋友肯定会有疑问 老师不对啊 我们往往有时候施工的时候 监理业主都要求先把洞门 明洞给我做了再允许进洞 好 是这样的 你说错没错 没错 为什么如果这个隧道不需要爆破 洞口那一段主体比较差 我们直接用挖机就可以挖了 不需要爆破 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把明洞 洞门全部做好了 再进洞的 因为洞内施工对洞门 明洞的扰动非常小 不会到对它造成结构性破坏 我这个时候可以先 先做明洞 洞门再进洞 那如果这个隧道里面 违言很坚硬 需要爆破开挖 你要是提前把洞门和明洞做好了 然后紧接着紧贴着洞门明洞进行爆破开挖 你看看是什么效果 等你隧道打进去以后 这个洞门明洞要全部重做了 因为长时间的整洞 它会下沉 会开裂 清楚没有 所以两种都没有错 关键就是看 具体这个隧道里面 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爆破的 对洞门明洞忍不影响 为什么刚才我都说 当隧道决进到一定深度 对洞口不再影响的时候再做 那么如果是土质隧道 我直接开挖的 那就肯定不会影响了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 知道一下